大家好,我是平头哥 本期分享一个全球eSIM上网卡 价格也不贵 在国内可以上5G网络 速度很快 不需要10名也没有月租 注册时填写我的推荐码 你可以得到3美金优惠券 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 在国内要想使用eSIM套餐 你只能配合第三方工具Uber才可以 或者购买一台美版无锁手机 但价格有点高划不来 使用Uber性价比非常高 用我的链接购买可享受9折优惠 首先我们需要下载这个APP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下载 我也会把APP安装包给你们 打开后用邮箱注册 注册成功时底部有个兑换推荐码 一定要填写我的这个 不然得不到3美元优惠 这个优惠仅限新用户购买套餐使用 主页这里有来自非常多地区的流量 你可以按需选择 这个是没有电话号码的 所以不能接打电话和收发短信 只能上网 需要注意 新用户可以免费领100M流量体验 但如果你领取了这个100M 后面在购买套餐时 不能用3美元抵扣了 两者优惠不能同时享用 所以如果你想买套餐来上网 一定不要领取100M免费流量 我这里就以免费流量给你们演示 如果你购买套餐支付完 会来到这个页面 点击立即安装 选择安卓 因为我们用的Uber 点击第三个扫描 二维码安装 接着会出现二维码 截图保存 打开你的Uber软件 点击右下角加号 选择相册 选中刚刚保存的二维码添加流量套餐 添加成功后备注一下 避免卡都忘记 然后我们打开这个开关 瞬间有了信号 用的是中国移动的 如果你没有信号 可以开一下飞行模式 还没有就关闭自动选择 网络手动搜索 把这个设为上网卡 开启漫游上网设置 关闭WiFi 我们来测试下上网速度 先测IP 是原生香港IP 上网速度也很快 几乎没什么延迟 如果你要去某个地方出差 或者在国内偶尔用下上网 还是非常香的 点击你要购买的地区 比如这个 3G减去优惠 只要2.97美元 时间是一个月 以上就是本期分享的内容 如果对你有帮助 别忘了一键三连哦 下期见